花生糖吃不完 老板说可以冰起来 要吃时再加热一下 但一不小心变成这样 原本块状的花生糖 全部融成一摊 还有部分烧焦 丢炼 甚至不断冒烟 但这还不是最夸张的 说这是花生糖 可能没人相信 因为看起来比较像是沙茶酱 有民众分享 他照老板说的 从冰箱拿出来微波加热 却变成焦糖花生酱 毕竟花生糖的原料 也就是麦芽 预热势必会融化 实际测试 把常温的花生糖 中火微波不到两分钟 花生粉就开始烧焦冒烟 回到原店家 老板也特别提醒 真的不用加的太热 主要它我看到 这个是烧焦来讲的话 是花生粉烧焦 那花生粉东西 它磨得那么细 那你火用到那么大 烧焦也是正常的 所以说我们只要 一点点的温度 所以不能用太大的火去烤它 来到老街 老板做花生糖 就像在表演 把麦芽倒进花生粉 来回敲杆再切块 这怀旧古早味 不少游客都会带上一盒 结账的时候 也不忘多提醒一下 想吃不同口感 别一股脑的猛加热 只要二十秒就好 人也记得在旁边多留意一下 否则草灰搭事件重演 原本美味的花生糖 却变成像沙茶的花生酱 TVBS新闻林志伟 中文宣桃源采访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